就要來吃湯包 吃湯包 吃湯包 嗨 我是李貓 前些日子 我跟我的朋友到上海去玩 聽說有一家有巨大化的小龍湯包 聽起來很妙 所以我決定去吃吃看 太高食品嗎 吃湯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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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到二樓吃湯包館 啊 姐姐 什麼錢啊 好 細房大湯包 十三個 謝北京的小龍湯包 十八十五塊錢 好 一個大湯包 二十塊人民幣 大湯包一個就行 小龍包比大湯包貴 是 辣椒 我們要準備吃大龍湯包 大龍湯包 HOLD ON 六塊 會啊 紅酒餓了 我會 那來了嗎 好奇妙喔 來了來了 不是我們的 不是我們的 這是 小龍的啦 不是我的 是小龍湯包 來了 來了 喔 小的 你看 比我想的小 真棒 不要 好 Vie 鵪腰 好療癒喔 很吃的 尿尿了 你先吸一口 這邊好動 欸 好屑 我要戳囉 很像變態 來 要把它擠出來沒 啊啊啊啊 它整個燒腫 大龍湯包的體積大概是一般小龍湯包的四倍大 但實際上桌後發現大概跟包子差不多大而已 只是裡面真的都是湯汁 它的皮啊 未來要能支撐住裡面的湯汁 所以做得比較硬 總之這個大湯包跟我想像中的皮包之多不大一樣 味道就是瀉味蠻重的 但是說不上是好吃 說真的 另外一點的小龍湯包還比較好吃 好處就是拿牙籤戳破它的時候還蠻療癒的 最後還有一些奇怪的上海影片 有興趣的話可以訂閱我 好好可以了 好 好